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发生空难 一架军用飞机着陆时坠毁 机上四个人不幸罹难 两人受伤 伤势未明 从高速公路上都可以看到坠毁的飞机冒出滚滚浓烟 这架隶属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用飞机 当时载着六名机主人员从努尔苏丹出发 无料飞机降落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姆图机场时意外坠毁 目前当局还在调查飞机失事原因 感谢观看